上一集小杰跟你们介绍了正式的打招呼方法 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说 没关系 这一集我再继续跟你们分享我在印尼最真实的 每天都会碰到的打招呼方式 世界上的语言打招呼方式 都包含了使用早上好 午安 晚安 这些短句 在英语文的课程会教你用 但是实际上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省略掉 比方说 就可以直接说 就有点类似我们说 喝酒啊 代替早安 这就是比较口语的用法 早上说 早安 近午说 午安 下午说 晚上的时候 说 回答的时候 就是重复对方的问候 对方说 你也说 对方问候 你也回礼 还有一种打招呼方式 就是直接说 哈喽 如果有一群人 我们会用 哈喽 什么啊 什么啊 就是全部的意思 加在一起使用 就变成大家好 邻居遇到最常用的中文是要去哪儿 在印尼文有三种问法 马尔布尔吉亚 要走啊 马尔格曼娜 要去哪儿 马尔格曼娜 走去哪儿 回答的方式就是 如果不想解释得太详细 你可以直接回答 如果没有去哪儿 可以回答 没去哪儿 如果是上班时间 邻居可能会问的是 去上班呀 当有人这样问 回答就只有三种 以啊 是的 或是 不 我要去什么地方 不敢 撒毛个家 地方 可能你要去巴塞 去市场 去工园 或者是说 不敢 撒住地 不 我请假 你们知道 台湾人最常用的打招呼方式 是用哪一句吗 我们在台语中 最常用的打招呼方式 是 吃饱没 跟上面加的完全不一样了 在印尼人有会问 吃饱没吗 有 如果在吃饭时 遇到认识的人 他们也会问 suda makam balloon 印尼文中很多种这种 suda balloon 的问句 suda是已经 balloon是上位 或还没 我们中文说 吃饱了没 其实完整的句子也是 已经吃了 还是还没 印尼文说 suda makan balloon 咦 一模一样耶 这样的解释 希望有帮助你们理解 如果正式问 suda balloon 就是中文 好了没 的意思 好了 就回答 suda 还没好 就回答 balloon 像刚刚提到的 有人问你 suda makan balloon 吃饱了 已经做完了 我们就回答 suda 还没吃 或未完成 我们就回答 balloon 这样有没有很简单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 bagi siyang sore malam halo halo samoa mao bergi ya mao kemana bergi kemana bergi kejaya suda makan balloon 你都知道 要怎么回答了吗 欢迎订阅 分享我的影片 才不会错过我的影片哦